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葛明和特丽萨坐在一起 这是结婚绿卡申请的正常程序 他们要接受移民官问话 你们年龄分别是多少 32、25 请问女的结过几次婚 没有结婚过 男的结过几次婚 零次 特丽萨 你曾经为外国人申请过结婚绿卡吗 没有 请问你在哪里工作 我现在没有工作 那你提出结婚申请之后 谁来担保你的丈夫 特丽萨说 我找的是朋友提供经济担保 凯斯移民官说 你自己没有经济能力 担保一个外国人移民美国 这个外国人和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美国公民结婚 看起来不同寻常 不太可信 我给你发一个信 是有意向否决的通知书 你们回去 三十天内给我回复 你没有问我们多长时间就怀疑我们假结婚 我们有证据证明我们是真结婚 诸葛明问道 我现在不需要看你们的证据 你们书面回复我 这个移民官 看来今天的工作 就是把他们尽快打发走 他把文件合上 对特丽萨狠狠地说 特丽萨女士 这信说的是移民局有意向否决你的申请 认为你和你的丈夫并未住在一起 你们的婚姻并不是真实的 结婚只是为了规避法律 试图拿绿卡而已 特丽萨极度紧张和激动 眼泪充满双眼 不是 我们绝对是真结婚 我们住在一起 凯斯移民官很不耐烦 又把文件打开 好吧 我现在对你们进行十个问题考试 看你们的回答 有几个是一致的 分开问 如果超过两个是不一致的 那就说明你们的婚姻有问题 我的意向拒绝书也不用给你们发了 凯斯先让特丽萨在外面等 问诸葛明 你们谁先提出的结婚 是在哪里提出的 我先提出的结婚 在华盛顿DC华夏城的一个餐馆里 你们家卧室的墙上有没有闹钟 有 你们卧房洗澡间的浴室 是塑料拉帘还是玻璃门 玻璃门 你太太是否每天都服药 吃止痛药 你们在结婚登记之前有过性生活吗 有 你们在一起时 谈论过以后要几个孩子 两个 你们最近一次亲密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你们这次亲密采取了什么避孕措施 避孕套 你最近一次坐飞机回来 是谁去机场接你 没有人接我 我坐出租车 你们最近一次看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文湘使女人 凯斯叫回特丽萨到她的办公室 问 你们谁先提出的结婚 是在哪里提出的 精神恍惚的特丽萨答 我先提出的结婚 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 哦等等 我也许记错了 先在机场见面 而后开车去华夏城吃饭 你平时是否每天都服药 特丽萨答 不吃 特丽萨不想让诸葛明知道她每天吃止痛药 你们在结婚登记之前有过性生活吗 特丽萨答 没有 我信奉天主教 婚前不能有性生活 你们最近一次亲密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 移民官凯斯 移民官凯斯几乎把他的文件夹摔在桌子上 叫道 你们的回答 你们的回答几乎一半都是不一致的 你们连最近看的电影名字都说错了 我不相信你们住在一起 诸葛明说 那可能是因为您的问题含糊不清 比如看电影 你没有说是在电影院看 还是在电脑上看 我们有时在电视上直接点播 所以 一次问话些许出入 你不能做出我们做虚假婚姻的结论 你必须给我解释的机会 我想我们可以给你有说服力的解释 移民官凯斯说 你们就是假结婚 而且据我们所知 你在结婚前付美国公民至少三万美元 这是他为你办绿卡的酬金 诸葛明想起了李苏珊他们提到的举报信 他有些生气 但强压怒火 那是我寄给我太太用来保释我的 他立即交给了移民执法局 我们有收据 法院赋予你什么权利 你可以随便剥夺一位美国公民 为配偶申请移民的权利 你提的问题是法律问题 你到法庭上和法官谈 移民官拨通办公室内通话系统 请他的上司罗杰斯过来 让诸葛明离开他的办公室 出去在大厅里等待 约一个小时后 移民官凯斯出来 对诸葛明说 你的美国公民妻子 已经撤销了对你的申请 你的绿卡申请也失去了法律基础 移民法院会给你通知 美国移民局将把你驱逐出境 诸葛明咬着嘴唇 嘟弄一声 OK 从移民局出来 他没有想到特丽萨在这个时候背叛了他 他感到无助 无语和无奈 他要找到特丽萨 当面对治他 你 你 为什么这样 他对特丽萨突然产生恶感 这就是美国人的虚伪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初始嘴甜 翻脸 就如敌人 在美国 找不到真正的朋友 维持不住好的朋友 无人期待 未来会有朋友 站在移民局 所在大楼前面的台阶上 诸葛明感受到了一个外来移民的孱弱 这个建筑 以一个退休的资深法官命名 是市中心最高的建筑 门柱几乎和楼层同高 建筑师卑鄙的设计意图 就是让人在楼前显得渺小 衬托政府和制度的庞大威严 对面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办公中心 联邦调查局 移民执法局 国家税务局 国会参众议员的办公室 在那里 自己要和他们争斗吗 要捍卫自己的法律权益吗 要付出多大代价 值得吗 为何要在这里住一辈子 直到躺倒在老弱中去的病榻上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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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